元宵节来临 民众不免吃汤圆应景 但市售汤圆及元宵多半含有高热量高糖高油脂的成分 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养民院区营养师就设计六幅小汤圆 使用地瓜 南瓜 深绿色青菜 胡萝卜及黑白木耳等天然食材 简单动手制作 又可以摄取到类胡萝卜素 维生素 矿物质等营养素 另外 核桃 牛奶 甜汤圆 利用坚果与种子类的香气及低脂乳品类的甜味 取代砂糖等高热量汤底达到减糖目的 让您吃汤圆少负担 首先是食材变换动手 降低热量怎么做 因为其实一般市售的汤圆跟元宵都是属于高热量的红灯食物 通常我们市售也是常用到是砂糖水 所以因此我们这次设计了六幅小汤圆 是希望利用紫色的地瓜 南瓜 深绿色蔬菜 胡萝卜以及黑白木耳等 六种的天然食材 然后可以利用它的颜色来进行就是散色 上色之外也可以摄取多一点的散色纤维 矿物质 然后另外我们也设计了核桃牛奶的甜汤圆 然后是利用一些坚果中子的香气 以及一些乳制品的甜味来取代一些砂糖的高热量的汤底 来达到检糖的目的 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一些天然食材的一些就是它的颜色 来增加一些膳食纤维的摄取之外 还可以有多一点颜色的变化 所以其实我们就是利用南瓜 紫色地瓜 黑白木耳以及红葡萄 绿色青菜等来制作一些六色的汤圆 好 那另外一个食谱是核桃牛奶甜汤圆的部分的话 我们是利用就是核桃以及鲜奶的甜味来取代砂糖的部分 所以如果说就是刚刚的六色汤圆之外 可以如果想吃甜的就可以利用这种 比较是减糖的汤底来达到就是说 可以在这个元宵节可以就是比较轻松减糖的 如果是我们的元宵的汤圆 汤圆的主成分还是糯米粉 所以如果你在元宵和前后有 不管是自己动手做还是在市售买汤圆的元宵的话 那吃了这个东西之后 记得你平常正餐的主食类应该要少一点 来做一个餐饮的平衡 那当然因为不免在这样的过程之中 会吃到一些精致的糖類 包括里面包的鲜或者是甜糖或者是外购的话 那要记得其实在那几天精致的糖 包括饮料或者是一点甜食 也是要稍微控制一下 来达到一个热量的平衡 那当然饮食过后的话 还是要有适量的运动 那适量运动除了可以消耗热量以外 它事实上可以攻速肠胃的蠕动 那也攻速这些糯米肺 也可能有比较容易脏气的问题 可以达到一些排挤 营养师也说明如何挑选汤圆能吃得更健康 那其实根据我们最新的国人膳食营养状况调查 可以看到说我们其实平常每日国人的膳食的摄取量 其实只达到一半 那所以其实我们是希望利用全国杂粮类或是蔬菜类 来透过搅打后不用过滤的方式 然后加进糯米里面 然后制作的糖原来增加一些膳食纤维 或者是一些植化素的摄取 那这个是甜的部分 那还有咸的部分的话其实我们就可以搭配一些 像是香菇、铜、红萝卜等一些蔬菜来食用 来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取 然后第三个部分我们是希望说 因为有时候没办法自己做 其实我们就是会在外面买 那我们就是希望说看清标示再来做选购 然后注意卫生以及顾健康的部分 那其实因为我们市售的汤油或圆枪 所加的油脂糖分不一定 那所以其实民众其实都要看说 在食品包装上的营养粮食 每一份或者是每100公克所含的东西 所以我们进行去换算机 在做那些热量、糖分上的比较 那如果说是在外面购买的一些手工汤圆 其实都要注意说当场的人员的环境 或者是人员手部卫生 然后场所环境、容器卫生等 来避免说买到不卫生的食品 以确保用餐的安全 云霄佳节居家吃汤圆外 餐后也应该适量运动 消耗多余热量 也帮助肠胃蠕动 有助消化不容易胀气 记者问军台北不到 好